好的,现在已经很明显了啊 别靠这边的这八针是锁链针 就是正面,它是一行正一行反 一行正一行反 所以由于是我们往返之 所以这一部分啊,永远都知正针才对 中间这十二针是辫子麻花 所以它需要你正面之正针,反面之反针 这十六针呢,是反针 所以永远都是你正面之反针,反面之正针 明白了吧 好,现在我们到了第三行的位置 是第三行吗 啊,对,第三行的位置啊 这个时候就略有变化了,一些小技巧在了啊 怎么顽强的呢 我们一定要把八针当中的第一针 永远是开头的第一针啊 这第一针永远是挑下来布置 从第二针开始编织起,明白了吗 好,我们现在就来正式的来编织这一部分了啊 把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位置啊,放在这 这个十五,一个小圈,一个一的意思啊 一会儿给大家再解释这个部分啊 因为现在还设计不到 好了,我们现在正式开始了啊 永远都记住我们的第一针是挑下来布置的 而且只有是正面才这样啊 然后我们从第二针啊 因为它是永远是都是正面 它永远都是 无论哪个面都要置正针 所以你看我们挑下是从这个位置挑下来的 看到了吗 由于它是锁链针 所以无论它是哪一面 永远都是知正针啊 别扣这呢,是最后一针的锁链针 好了,然后呢就到这一部分了啊 这是那十二针的位置 这十二针的我们都置正针 现在还不够拧麻花的高度啊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正针的给它往上多置一部分 好了,现在的这边的所有针呢都是反针啊 反针永远都是啊 给它织成 正反面都是 都是这个平针的效果 这个大家能明白啊 反面 它是反针是向上的啊 正面啊,sorry 正面它是反针向上的 所以到反面的时候呢 它还需要直正针 主要呢就是为了让它的这一部分啊 有着很好的 很好的这个向外鼓鼓的这个效果啊 大家看到了吗 它现在是这样的 而且 这一部分啊 跟各位强调一下 也需要把第一针给它挑下来布织 因为它是边缘部分 然后从这一针开始织啊 现在你明白了 两个地方都如是啊 上来第一针我们都不织啊 但是你要考虑到你第一针是什么样的花纹 如果要第一针要织正针的话 那么你一定要把长线挪在下边来再挑下啊 如果是反针的话 你要给它调整到上边才行 好了 现在马上进入12针的变子麻花的位置了 所以我们依然是给它把线绕过上边来 然后给它继续编织啊 好了 这位置呢正好是分界线的位置啊 看 我们要给它调到下边来 然后把这个八针呢给它织成正针 因为这八针无论是正面反面都织正针的啊 只有这样才能形成锁链的效果啊 看 然后翻过来 大家看啊 我们又来到了这一面 也是织正针的 别忘了 我们永远第一针都是给它挑下来不织的 由于要织正针 所以你看就在这位置啊 就可以了 看 给它挑下去了 对不对 然后继续啊 看 非常非常明显的啊 由于我们这儿少之力啊 你看 你这位置呢就是这样的 对不对 好 这个地方啊 是12针的辫子麻花的位置 依然原样之好 它永远都是平针啊 正针的平针 好了 这是另外一侧的 那个16针反针的位置啊 我们给它把线调到上面来啊 看 给它还支反针 好 到反面以后呢 别忘了第一针 我们依然是给它挑下来不织的啊 看 但一定要把长线是放在底下的 因为你马上要织的是正针啊 你看 在边缘呢 它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效果 现在呢 你几乎已经不再需要别扣来提醒你了 你看 现在两边啊 这个针数的变化就已经非常明显了 你看刚刚你真的是正针 但这位置就已经变成反针了 所以都不用别刻提示啊 你要把这个线呢 移到上边来啊 继续编织你的这个反针的部分 因为这一部分正好是你那个12针的辫子麻花啊 唯一不明显的呢 就是这一侧啊 这一侧的这八针 因为它是永远都是正面 反面都是织一样的啊 都是织反针的 都是织正针的啊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位置以后呢 一定要注意啊 这很容易就要织错针了 所以大家这个位置的这个别扣呢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啊 你看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一部分了啊 然后给它翻过来 哎又来到了这一面 然后依然是给它啊 挑下来 挑下来布织啊 你看它这个边缘呢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实验啊 我们直接你看 我们这样给它挑下来之后 然后再把这个长线呢 绕到下面来 给它织成正针 我们看最后它这个边缘是什么样子的啊 这边呢就已经很明显了 你看两个针法之间呢 它有着很明显很明显的这个变化 你看 啊 所以说这呢 不用说我们上来就是直正针的啊 我觉得为了一会儿提醒大家 在这位置我们不要出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儿啊 给它扣上一个别扣吧 由于它这个线和针比较细啊 我们完全可以给它扣在这个 支针上 看到了吗 啊 这样的话就不容易出错了啊 早期的时候啊 我们给它扣上没问题 因为啊 花纹现在还不明显 所以那个位置呢 比较容易出错 扣上之后呢 再到下一次的时候 我们会一眼分辨出它来 这个小宝宝的帽子呢 实际上它 嗯 是不分这个 头围的啊 它是非常非常灵活的 也就是在你支的过程当中 你完全可以啊 依照着 嗯 宝宝的头围 来自己确定 我们下一步要怎样操作 知道了吗 所以 它还是非常非常的 呃 灵活的啊 所以你不用考虑它 你看第一针 我们刚刚又没支 对不对 给它挑下了 大家支的时候一定要保证我们的这个支片啊 有着非常非常舒适的这个针套的这个松紧度啊 不要太紧 也不要太松了 总之你要保持它是一样的这个密度啊 这样当你编织的时候 完成整体的作品的时候呢 就会变得非常平沾 非常整齐 你看我们这个位置啊 还是很起到很好的作用的啊 索性给它套在这个位置上 看到了吗 然后绕下来 就是提醒着我们啊 这个位置一会变化的时候 不要出问题 因为这两个分界之间 就是这个 哇翻了 就这个8和12中间这个位置啊 就是它 所以 有的时候这两个针法呢 遇到一起会很难操作啊 很有可能我们就要 落掉一针了 或者怎么样的 好 这位置依然是啊 我们要给它 哎呀 我们刚刚是怎样操作了 这 我想让它有一个那样的边缘 我想一下啊 我们是这样 这样给它挑下来的 然后把线 拿到了下边啊 对 我们就是这样的 来 我们再试一下啊 它的边缘 是不是会变得很漂亮啊 好了 这个时候你看 还是依然把它给它套回到这一针上啊 一会能够提醒我们 你看 这个时候啊 我们的这个辫子麻花的所有的针数呢 就已经 你看 它就已经现在有一个雏形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啊 这好像非常非常的关键 我们要在 啊 先把前四针织好的前提下 我们要从另一侧先拧麻花 因为 除了拧完麻花 在另一侧呢 还有别的变化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我们的那个工具来登场了 什么工具呢 就是之前你们一直来念叨的这个工具 我们现在需要把 one two three four 前面这四针的给它退下来 然后给它 看 给它退到 这个弓形针上的中间来 所以你看 你怎么织都不会有影响的 对不对 好了 然后呢 我们先织 后边的 这四针 one two three four 好了 织完它之后 你看我们才织 这个 这个四针呢 你看 就是把它们俩的顺序做一个颠倒 把它再退到这一头来 好了 你就可以拿着它继续来编织啊 正针还是正针 没有变化 只是我们改变了 这一组 针数的 先后编织顺序 按照这样的规律来 它自然就形成了一个麻花的效果 记住了吗 好 你们现在看 它有这个效果了 对不对 你看 然后 我们之前不是给大家讲过 这一部分吗 对不对 好 也就是说啊 我们一定要把长线绕到上边来之后 把这一针给它织好 然后 问题来了啊 把线绕到下面来 把这一针给它织成正针 不光是织正针啊 我们要在这一个孔洞当中 要给它一次给它织出五针正针来 形成一个小球球 知道了吗 好 下一个视频我教大家啊 下一个视频再见 下一个视频